国民媳妇海青前阵子参加了一场时尚活动 被某时尚博主批成 穿得像个大龙虾 近日咽不下这口气的海青就专门当面会了会 这个对他毒蛇的人 冤家相聚 两人在现场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就是我特别想坚实地看一看 那个曾经把我骂成那样的人到底是个什么转样 一出场海青就明确了自己此次参加活动的目的 看来他对这位时尚博主意见很大 其实这两人早在2012年就有交集了 当时海青盛装出席了某时尚盛典 本以为每每来去能收获一片掌声的海青 没想到第二天在网上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评论 紫色短发廉价 鱼嘴鞋老气 海青这个造型就算大龙虾 要掐头去尾的吃 特别生气啊 我说我又没招他没惹他 他干什么这么说我 后来我一看的确是啊 我是很胖啊 其实海青不知道的是 在这片微博的背后 这位时尚博主还曾经给出了 问海青何为潮物 只叫人自戳双目的毒舌金剧 自戳双目 对 你有对我这么狠错 哎呦海青同学 你也不必太认真了 咱们这种靠演技出名的人 只要好好磨练演技 那就是一种时尚了不是 我其实我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还是在拍戏上面 所以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去顾及到这一方面 新运的再见 战海采放报道